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就不动了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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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儿 我在这儿 今天要送什么给我 今天我没买礼物 方公子送人礼物 不是惯用的脊梁吗 今天怎么了 礼物我改天再补上 我今天就是想来看看你 你怎么了 没事吧 没事 就像你说的 我堂堂方家公子哥 能有什么事啊 既然没什么事的话 我先回去了 爱雪儿 你到底怎么了 真没事 你要是不说的话 我就再也不理你了 我就是爱了一顿板子 被打成这样 还来这做什么 因为我答应过你的 要每天来见你 我失信过一次 绝不能失信第二次 你怎么这么傻啊 是谁打的你 为什么 雪儿 因为我要为我自己活一回 对不起 我该回去了 你别走 能不能多陪我一会儿 方公子忘了 我们现在不过是 萍水相逢的朋友 朋友应该是有距离的 那就不做 萍水相逢的朋友 我不想跟你有距离 你又开始说胡话 我没有说胡话 雪儿 我喜欢你 方公子 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 我不是应该恨他吗 可是 为什么每天都渴望看到他呢 难道我心里还爱着他 不 不会的 经历过上次的事情之后 我对他早已经心如死水 我怎么还会去爱他 我绝对不可能爱上他 老爷 您找我 方儿 那个 你染坊里面最近一切都还好吗 回老爷的话 一切都好 请老爷放心 很好很好 可是秦府最近的生意反而不太好 这点你听说了吗 这个我听说了些 老爷 你是个聪明姑娘 我想听听您有什么看法 方儿得近视短浅 不敢乱说 没关系 你是自己人 有什么想法说出来 只要是对秦家好的胆受无妨 是老爷 我觉得我们染的绸缎都太普通了 没有什么新意 物以稀为贵 这种绸缎在城里的各个染房都能染得出 这样就没有竞争力 怪不得这生意不好 对 对对对对 我也一直是考虑这个问题 可是 最近的生意又渐渐好起来了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那是因为应染大赛的时候 我们应染出了不一样的绸缎 让商家看到了伤机 是吗 有可能 应我最近突然间接到一大批订单要订三千匹 咱们在大赛的时候夺魁的绸缎呢 这个 怎么 有什么问题吗 没 没什么问题 老爷请放心 方儿一定会尽心尽力的 好 那就赶紧印出来 印出来我会重重有赏 是 姐姐 你在想什么呢 没什么 行了 咱们可是姐妹从小一起长大的 你有没有心事我还能不知道 该不会是在想方家少爷吧 我才没有想她呢 没有想她就最好了 你们本来就不是一路人 姐姐 这事要是被老爷知道了那可就坏了 我看秦大哥最好了 温柔体贴又细心对你又好 秦大哥最适合姐姐了 好了 你不要想那么多了 看 我给你带了什么 说吧 有什么事要求我 姐姐你怎么知道的 我还不了解你啊 快说 什么事 其实也没什么事 就是想让姐姐再帮我染一次那天夺魁的仇段 染那仇段做什么 不是我要 是秦老爷要 秦老爷说啊 那个仇段是我们秦家的希望 也可以让我们秦家的生意有所好转 不行 绝对不行 为什么不行啊 没有什么为什么 反正就是不行 姐姐 如果你这次不帮我 我一定会被拆穿的 被拆穿 不是的 我是说如果你这次不帮我 秦老爷肯定觉得我没本事 凡儿 这件事我帮不了你 姐姐 别的事情都可以帮 唯独这件事情不行 你不要再说了 反正我不会答应你的 姐姐 你是不是不希望我掌管染坊 凡儿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自从我掌管染坊以后 你就处处跟我作对 这次你不帮我 我就掌管不了了 这不正合你意 凡儿 你 姐姐 我一直当你是亲姐姐 看来是我自作多情了 这次你不帮我 我自己也可以染出来 凡儿 我再问你一次 这绸缎真的是你染的吗 是 是我染的 你染绸的技术 什么时候那么土匪猛进了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到底沉不沉 老爷 之前的绸缎也都是我染的 我就算是吃了雄心豹子痰 我也不敢欺骗老爷 请您相信我 相信你 相信你 当然相信你 老爷 哎 你们听说了吗 这回他可遭殃了 可不说 听说呀 老爷 那小匹子正在被老爷责罚呢 应该 谁让他总是骗人呢 大快人心呢 老爷 你要怕受罚我吗 什么意思啊 你是想带他受罚呀 受罚的应该是我 这次艺染大赛的绸缎 是我染的 与芳儿无关 我没有及时向老爷禀报 害得芳儿替我点罪 我理应受罚 芳儿 你说 我 这绸缎是我染的 真的是你染的 真的是我染的 与芳儿无关 染这种绸缎 不是一般人 学得到的技术 你从哪儿学的啊 是仙父所教 那如此说来 你也是 应染世家属来的 应染世家属来的 到我们秦府上来 做什么呀 那如此说来 你也是 我自幼父母双亡 迫不得已来到秦府 至今在秦家 已经十年有余 之前的一切 都是我造成的 与芳儿无关 求老爷饶过芳儿吧 我愿意染三千匹仇盾 将功补过 要这么说 倒不像是我委屈你了 有一点遗珠之汗啊 不容易啊 既然你们俩都承认了 认了错 我就原谅你们一次 但是这种事情 再也不能发生第二次 你知道我最讨厌什么芳儿 否则的话 一定严惩不淡 谢老爷 谢老爷 芳儿 你别以为你救了我 你就可以命令我 我不会感激你 为我做的这一切 芳儿 你听我说 我当初让你帮我 染绸缎的时候 你不肯 你就知道会有今天 直到老爷惩罚我 全府上下 都在看我的笑话 你才出来做大善人 你就是见不得我好 芳儿 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当初染绸缎是为了要救你 本以为只偷做这一次 就可以稀释宁人 没想到事情被察觉 你非但没有承认 还因此骗取老爷的奖励 甚至连我都隐瞒 或许你心里是有怨恨的 但是我想告诉你 三谎是不对的 做人要为自己留后辱 谁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芳儿 不要太追求名利 名利都是虚幻的 只有我们平平淡淡地生活 命运才能真正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我们踏踏实实地 过我们自己的日子好吗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就是怕我抢你的功了 现在我一无所有了 你开心了吧 你永远都是好人 我就是坏人 以后我的事都不用你管 不许如此 住手 快 还在生姐姐的气啊 还记得吗 小时候就在这河边 我们两个每次干完活 总会偷偷溜出来玩 我们常常在一起 扑蝴蝶 捉蜻蜓 可每次我都捉不到 每次 你都把最大最美的蝴蝶送给我 芳儿 姐姐知道你对我好 可是芳儿 我何尝不想给你我最好的 姐姐总跟你说 做人要真诚 那是因为 我觉得这是人最珍贵的东西 从前我们相依为命 我一直把你当成我的亲妹妹来看待 当时你弄坏了参赛的绸缎 我逼不得已 才私自染绸缎补救 因为我不想让你为此而受到牵连 可是后来 我真的不能再染那种绸缎 真的不能 为什么不能 就是染一个绸缎有多难 我看你就是不想帮我 你就是怕我比你好 现在所有的人都在看着我 我的脸都已经丢尽了 我有难言之隐 难言之隐 有什么难言之隐是不可以跟我说的 我看你根本就没有把我当成你的亲姐妹 我 算了 你不想说 我也不想知道 芳儿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吗 那时候的我 刚刚成为一个孤儿 我亲眼看着我爹娘 在我面前寒冤而死 每次我从梦中惊醒 都是因为我又梦到了他们惨死的画面 我不告诉你 不是因为我怕死 而是希望你知道的越少越好 因为我害怕你也被牵连进门 最后会像我的爹娘一样 被卷入这是非恩怨里 芳儿 我只有你一个情 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天 我都格外地珍惜 在这个世界上 我最不想伤害的人就是你 除此之外我对你没有任何秘密 现在 你可以理解姐姐了吗 姐姐 姐姐 芳儿不知道你经历了这样的事情 你怎么会一个人经历这样的痛苦 是芳儿不懂事 芳儿居然还说 是姐姐看不得我好 芳儿错了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姐姐总是把最好的都留给我 我不应该怀疑你 是芳儿的错 芳儿对不起你 那现在 我们就简单地生活好吗 芳儿 芳儿会陪着姐姐 不会再让姐姐不开心了 芳儿 你怎么可能 那是芳儿 顾折折的这么多年 青春于蓝终于到了我手里头 好啊 好啊 方家 方家 我看你以后拿什么跟我斗 老爷 恐怕您还不知道 这个雪儿姑娘 好像跟方家二少爷走得很近 你说什么 好多人都知道 这位方家少爷 时常来找雪儿姑娘 只怕咱们秦家留不住这个人 这位方家 老爷 我想带小宝去山上拜佛 爹 坐 小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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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不喜欢玩玩球 爹找个人陪你玩好不好 好 找人陪我 陪我玩球 好 爹帮你找个媳妇陪你玩好不好 媳妇可以陪我玩球啊 媳妇不但可以陪你玩玻璃球 还可以陪你玩更好玩的事 还可以陪你玩更好玩的事 只想你能帮我取雪儿到咱们家来 青叔御兰的秘方就永远在我手里头攥着 全靠你一类 爹帮你找个媳妇玩好不好 好 好 叫你媳妇玩 你只要跟媳妇好好玩 玩着玩着你就会玩了 好 来 姐姐 都这么晚了 你在做什么 一会儿我得去染房查查染料 所以先看看 雪儿 谁来了 秦大哥 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 雪儿 我找你有点事 老爷让我去库房查绸缎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 不行雪儿 这件事我必须现在说 这样 我在门口等你 你赶紧过来 芳儿 秦大哥 姐姐 我都听见了 你就赶紧去吧 那你帮我清点一下染料 我去去就回 没问题 祝你约会愉快 不用太早回来 不用太早 就是 一个人 你准备你 冻你 与你 什么 是 非得现在跟我说啊 到底怎么了 你快说啊 我 算了 你要是没想好的话 以后再跟我讲吧 我先回去了 雪儿 雪儿 我喜欢你 秦大哥 你在说什么呀 我知道我最笨 我从小就喜欢你 长大了也喜欢你 到现在还喜欢你 雪儿 其实我 其实我很早之前就想跟你说了 但是我怕我说 你会拒绝我 就不理我了 但是我今天一定要跟你说 因为我怕再也没有机会 再也没有时间跟你说这话 雪儿 我喜欢你 你嫁给我吧 秦大哥 我怕是会让你失望的 为什么 我是秦福的女工 而你是总管 我们身份悬殊 我根本就不配你 而且老爷 他不会同意的 如果你怕老爷不同意的话 我去跟他说 不是 这不是说不说的问题 你明白吗 你心里面还想着他 是吗 雪儿 他是一个有气势的人 你跟他根本就不合适 而且他给你的 我都能给你 我一定会给你幸福的雪儿 你相信我 秦大哥 现在我不能答应你 你给我一些时间好吗 嗯 你 谁 你 放开我 干什么呀 救命啊 救命啊 放开我 干什么呀 救命啊 救命 放开我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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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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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 芳儿 芳儿 你怎么了 怎么了 难道你们都不知道吗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鸡子 灵作用 芳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滚啊 你滚 你马上给我滚出去 芳儿 娘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向着她说话 我走 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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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么小把你养大 到今天你用这个东西来报答我 你还记得你小时候说的话吗 我当时还觉得这小孩挺有骨气的 你说你这条命就是我的了 你现在又拿回去了 这次真是我错了 但我没有跟您做对的意思 老爷 我对您真的是忠心的 老爷 我从小到大没有跟您提过任何要求 可这次 我真的很喜欢雪儿 还请老爷成全 吕生 定灯 定灯加倍 加倍报答 老爷 老爷 不好了 不好了 什么事 什么事 慢慢说 夫人在和我上江回来的路上 被土匪给劫走了 还留下了一封信 劫走了 夫人被接走的事有几个人知道 没有了 只有我 管好你这张嘴 下去 是 原来是你呀 是 是我 难得秦老爷还记得我 你以为我十年前就死了吧 没想到十年后我丁四还会站到你的面前来 你今天想干什么吧 秦老爷 难道你不知道我想干什么吗 请 来 走 走 走 老爷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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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的没错吧 秦老爷一定会来接你的 老爷 别管我 快走啊 你放心 秦老爷绝对不会走的 虽说秦老爷是一个不在乎别人生死的人 但是对你 他一定会在乎你 如果你不在的话 秦老爷将得不到白家的一丁点产益 够了 你说这些就是图个过瘾是吧 但那我说的不对吗 十年前 秦沐阳是方家的管家 暗中窃取了方家的银票 被东家发现 东家好心原谅了 后来 他又暗恋上了东家的姨太太 企图不轨的时候又被东家发现 于是东家就打折了他的腿 扫地出门 那时的秦老爷真是可怜哪 乌家可归 像一条 一条 断了腿的狗 但是秦老爷怎么会放弃他飞黄腾达的梦想呢 于是 他开始设计上了白家大小姐 想方设法让白家大小姐喜欢上 哎呀 如此聪明的白老爷怎么会看不出这一点呢 但是呢 这一生刚强的白老爷 却拗不过他的毒生 最后让他入了白家 并在三位族长面前给他立下了两条规矩 秦老爷 你不会不记得吧 第一 不得再去 第二 不能继承白家的产业 如果白家有任何辩论 家臣 将由宗族处理 所以 夫人 你说秦老爷他能走吗 你说了那么多 能不能说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回去吧 太好了 秦老爷 我就等着你这句话 按老规矩来吧 我能替我一书放 我能替我一书放 秦沐阳 没想到你一生作恶 最后 还有人替你卖命 非放人了吧 瑞生 你没事吧 放心吧 夫人 我没事 走吧 站住 你想走可以 给我跪着出去 你还要我们怎么样 老爷 从前 瑞生没有爹娘的时候 是你把我养大的 没有老爷就没有我的今天 如果需要的话 几条命都可以给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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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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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吧 可以了吧 我告诉你们 这是我们前一家的人 你们谁可以啊 走走走走 走回去 你们都外面等我 站住 秦沐阳 你以为我就会这么放过你吗 你还想怎么样 我还想怎么样 这天我打了十年了 你等的不是我 你知道你等谁 是 那个人在我府里头 你死了不打击 他怎么办呢 你聪明 不会把这事给坏了吧 你太狡猾了 能后悔有期 当家的 这不是放火归山吗 你还能救人吗 你还没有 老爷 您的爱犬被他给打死了 这么小就这么胆大 是你爸爸的狗打死的 是 人命关天 人命是命 狗命也是命 你说怎么办 我愿意 一命 抵一命 你既然说一命抵一命 那就一命抵一命 我就一枪打死你 可以 准备开枪喽 这小鬼有种有种 从今以后你这条命就是我的了 明白吗 是 大老爷 以后我就听您的了 不管是上刀山还是下国海 绝不犹豫 哪来这么懂事的孩子 你叫什么名字 我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他们都叫我瑞生 好 那从今天开始你就姓秦 谢谢秦老爷 给秦瑞生换身干净衣服 别起来 别起来 躺着躺着 这次亏了有你呀 瑞生这条命都是您的 为老爷做牛做马 在所不辞 瑞生 你到我们秦家来有一段日子了 这段日子你是兢兢业业 我都看在眼里 我心里头也都一直看好你 今天 我想收你为义子 不晓得你同不同意 老爷 在我心里边 瑞生早就把老爷 当成自己的亲生父亲一样 老爷是我当义子 是我瑞生几辈子的福分 还怎敢说同意不同意呢 那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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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是立了大功一件 我得好好地奖赏奖赏你 你说 你想要什么 你就说 只要我能满足你的 我一定答应你 老爷 义父 瑞生双丘 你老人家一件事情 就是 就是将许儿 许配给我 好 我答应你 好久没在一起看风景了 满园春色 我 唯独缺少了留恋铸足足 有时候想起来 未免觉得可惜 我说你特别约我到这儿来 就是跟我聊这个 你太不了解我了 我忙到什么程度了 没工夫陪你啊 你那些事情就这么重要吗 就连陪我说说话的时间也没有 我那些订单下得有多急你知道吗 你说怎么办怎么办 我只有没工夫陪我夫人了 别走 我有话要问你 说吧 我刚才听你说 要说润生做义子 是真的吗 怎么样你不赞同吗 不是 小宝这样子 我知道你很难过 而我又不能再生养 润生这孩子 忠义本分 我是希望你收他做义子的 我只是想问 你是不是因为雪儿的缘故 才决定这么做的 这个很重要吗 重要 我想知道 那我就告诉你 可是你别像外套乱嚷嚷 我相信你我都看得出来 润生他喜欢江雪 所以我希望通过润生 把江雪永远留在咱们家 这也是为咱们秦家好 那我呢 你什么 你去救我 是因为真的关心我 还是 你想太多了 想太多了 想太多了 回去早点休息吧 请问你是雪儿姑娘吗 你是谁 你要干什么 雪儿姑娘 请你跟我们走 停车 停车 你们为什么要抓我 姑娘不要害怕 我们只是带你去见我们老大 我们老大是谁 到了地方姑娘自然会知道 得罪了